我今天又来给大家叨叨猪顶红的事了 不知道花有没有是养成这个样了 还是这个样了 又或者是这个样了 那么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咱们一一跟大家说 首先这个呢 就是气温太凉啊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花呢 就跟那个冻的那个菜一样 都粘了 这就是气温太冷 好吧 导致了这上面的一个冻伤 有的话说 这样还能活吗 其实是不影响的 其实是不影响的 只要叶子还好 正常的养护就好了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实在是没有光照 温度也不够 它就老是打不开 很多话我也老是纠结 老是问我 老发现你们家住手 是不是不行 不不行 您一定要看温度 如果说咱们家里面温度 不在15度之上 尽量的高一点 别超过35度就行 只要是一般20度以上的话 它都会长得很快 很哇塞的 再有一个最重要点 就是光照 如果说没有光照的话 它也是开的特别的小 你看我这个 没有光照开的也特别小 一冷就冻坏了 光照一定要给住 它并不怕晒 再有就是说 大家再用土在一块了 当大家种植的时候 你像现在这个时期 我们用土用盆的话 你可以用个小一点的 但是等它开完之后 大家就要用个大一点的盆 因为它要下小窄 因为它会从边上 再长一些个小球球出来 这个盆就太小了 会装不下 这样一个呢 就是买土的时候 一个深度 大家千万不要超过脖子 可能的话 埋得特别深 它不是百合种球 百合种球 您可以埋得深一点 这玩意不需要多深 你像我这样 是直接坐进去的 然后等到它开败了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说 稍微多加一点土 到脖子 大概这个位置 让它养一养球 这个可以的 这样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花开败之后 怎么办 您可以等它自然的枯萎 别着急 捡那么着急 它还很嫩的时候 里面水费很多的时候 您如果说捡了 支流支流光 往上面冒水 到时候吸水边全是浓水 到时候长得它烂 您盖了一下这个点 让它最好 尽量让它自然枯萎 等到叶子长出来呢 大家就可以 对于肥料这一块下下功夫 现在这种时期呢 花多多二号 零算一下都可以 等到叶子长出来 花开败了之后呢 就可以用花多多一号 这种均衡通用的 或者呢 是用那种花多多十二号 这种高甲的 让它这个球长得更大 是吧 但是呢 大家在养护的时候 你在半途 可以加一些底肥 你比方说缓氏肥 奥驴一号啊 比方说花多多 优质克力控制肥 都可以 或者你们自己 摻一些有机肥 做底肥都可以了 这个是肥料的这一个点 有的话 光用磷酸二氢雅 老师来问我 老师你们家磷酸二氢雅 是不是不行 这个叶子怎么不大 磷酸二氢雅 里边没有氮肥 长叶子是氮肥 这肥料用土 还有光照温度的这些事 最后一个最重要的点呢 就是浇水了 可能的话 有个大水命龙王似的 您浇水的时候千万注意 别从这个心里边往里边浇 到时候弄到心里边烂 千万不用喷水 这玩意真不用喷水 这有一个呢 就是说咱们盆土里面了 尽量的维持一个干湿循环 干透了以后 大家千万也得浇透 好吧 你有的话 有的干的都不像样子了 还不浇水 有的话我们就是浇的太多 就是干湿循环就行了 这玩意多练 这个没办法 都是自己判断的 那也给大家补充一个点 有的话我说是这个 为什么先长叶后开花 有的为什么说先开花后长叶 其实先长叶后开花的会更好一些 不会过分的累赘 因为它会光合作用 给它供给营养 简单的一盖它就行了 我怕漏了 因为我之前上个视频说过了 我怕漏了 这个视频再给你们补一下 好了 最后呢 就跟大家说这个事 大家就是 你像我这个呢 肯定日后要换一个大盆的 等开完花 因为到时候下小指 方方面面的 用土在一块的话呢 就一种松松透气的 像我们家的这种泥炭土 或者说你们买其他品牌的 那种10-30的完全够了 或者说你直接到我们家买 那种配好的 总的来说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衣的 还养不好 这个就不怪我了吧 给你们说的够明白了吧 希望花耳门每个都开的 比我这个还大还漂亮啊 哎你摸摸打 脚不超级点个赞 很老花一 呀哇最容易 先再见 不见不散 白了